每天對著啟德兩邊的海景 這個單位就是維港相處 整個項目最美的景觀 這邊就看到維港的煙花海 這邊就看到大靠牆的煙花 接下來大時大節 你就可以坐在這裡 享受過海風 然後慢慢倒進去 都挺煎味的 這間屋是705呎 實用面積 三房間隔連供人房 這間發展商做了一些家具 闊度是2米6 長度是5米2 相當寬敞 樓底是3.15米 標準尺寸 整個擺位 這裡就是客廳的位置 這邊就是飯廳 還有這個單位是做了一個 戶型的改造 將縫牆變成玻璃牆 增加一個通透感 就是我在這裡 我都可以看到廳發生的情況 然後整個廚房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它長型 桌面是相當舊 最特別是有一個很大的窗 可以看到它 還有一個很大的升盤 工作桌面絕對夠 如果我再做得好一點 我會在這裡變成一個開放式廚房 做一張包袋裝備 不過每個人的設計 每個人的起荷是不同的 而這裡就叫入門位 入門位的隔離 就是工人房 這間工人房其實挺大的 你看到床 基本上我自己睡都睡得下 然後做一些層架 然後這裡就有工人廁 有窗 非常好 然後我們轉過來 然後我們再看一次的 你看到 其實整個早上的燈光 都非常舒服 我們順著這邊 走一走睡房區 兩間睡房的尺寸 一模一樣 都是2mx2m 我們帶它 在設計上有少許分別 這邊是做了一個書房 做了一個吧桌 基本上你坐在這裡 看著兩邊的海景 很享受 如果你把它改成睡房 都可以的 而下次我覺得它是相當奇麗 因為它是一體式的細手盆 有些鏡櫃的收納量 都非常之好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林溶區 都相當正 轉過來就是一個 小朋友的房 這間就做得比較同趣 我喜歡這些波典 然後都是躺在床上看一看 然後看著維港海 都相當享受的生活 轉過來就是這裡 主人房比剛才那兩間睡房更大 放了一張五呎的床 看出去就是海景 還有獅子山那邊 然後做了一組大衣櫃 還有一個梳妝桌 空間活動的空間也夠 而這裡還有一個主人的浴室 你看到它有一個很大的窗 就採光 沒有回到海景 然後整套東西是相當奇麗 發展商現時正在賣 現時抹出來的十六十七樓 車價就大概兩萬六 你覺得發展商有沒有賣過 歡迎留言告訴我